自江泽民病危及病死的消息传出以来 如何给江泽民盖棺定论 已成为中共当局极具争议和头痛的事情 甚至由此引发了政治斗争 江泽民的生平劣迹也引起海内外各界的关注 本台对江泽民的恶行丑事做出系列报道 今天的话题是江泽民自毁中共 江泽民当政期间在党章和宪法中 引进了三个代表 践踏宪法和法律 迫害信仰和异己 严控舆论 党政军全面腐败 加剧了党内分裂 江泽民从共产党内部毁掉了中共政权 所谓的三个代表 只是三句并无实质内容的空话 由中南海智囊王沪宁提出 江泽民把他背冲下来 就变成了江的理论 十六大作为党的指导思想 写入党章 并让中共喉舌捧上了天 中国共产党 他不管他自称代表任何阶级 任何利益 任何阶层 实际上都是不成立的 这个提出三个代表理论 到底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有什么影响呢 应该说影响还是有的 那最主要的就体现在 在经济上进一步的引进资本主义 但同时也是权贵私有化的 固化成形 江泽民一方面用三个代表 为中共权贵利益集团 寻找理论依据 实行权贵私有化 另一方面 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和党报 且坚称不搞私有化 那么这个三个代表呢 实际上把毛中时代的 所谓的中国革命的这个 整个意义全部否定掉了 因为他已经 就是说可以发展新型资本加入党啊 也就是说把 当时1949年 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 这个给否定掉了 前国家主席杨尚坤 临终时在遗嘱中指出 三个代表是垃圾论 实际上代表三座大山 把共产主义出卖了 绝不能放入宪法 也要尽快从党章中拿掉 一位出生入死的老党员张鲁石 在退党生命中说 听了江泽民的讲话 我当场气的吐了血 共产党的腐败令人触目惊心 超过了原来的国民党 如果说共产党是三个代表 那便是代表贪官 代表奸商 代表黑社会 即那些依靠官商勾结 权钱交易而先富起来的少数人 三个代表在党内外遭到广泛批评 造成了中共意识形态的自相矛盾 加剧了党内权力斗争和派系分裂 十七大前夕 一百七十名离休高官集体上书说 三个代表是挂羊头卖狗肉 导致了目前的贪污腐败现象 胡锦涛在中共建党九十周年的讲话中 承认党内腐败的严重性和危险性 声称反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 江泽民讲他说反贪就亡党不反贪就亡国 他就问共产党你们这些党员们 这些高级干部们你们要不要反贪 那反贪就是把共产党反掉了 你们愿意吗 所以在这么一个政策指导上 共产党普遍的贪污 江当政13年来 中国出现了政治人权法治大倒退 江大规模镇压法轮功 家庭教会 中国民主党 民运人士 维权民众 少数民族等等 每年至少有数十万人被劳教 每年处决的犯人占世界总数的90%以上 言论控制也达到了顶峰 江的儿子江绵恒一手打造的金顿工程 初期工程就投资64亿元人民币 将12.5亿中国人的信息纳入公安部门的监控系统 中国成为世界上关押记者和网民最多的国家 尤其是江泽民和中共互相利用 动用全部国家机器和四分之一的财力 无视法律 滥用酷刑 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 导致社会道德急速下滑 彻底中断了中国二十多年来的法治进程 拖垮了中共政权 随着专制腐败日趋严重 大量工人下岗 贫富两极分化 社会不公加剧 暴力拆迁 维权抗暴事件频频发生 江泽民把中共彻底推向了公开 与人民为敌 面临危机和解体的境地 2004年11月 揭露中共邪恶本质的 九评共产党发表 引发了席卷中国的退党大潮 促使中国人走向精神觉醒 摆脱对中共暴政的恐惧 通过退党 退团 退队 在组织上解体中共 中共内部也有许多的人 许许多的人讨厌共产党 也根本就不信共产党 因为他们为利益区 他们也很讨厌江泽民 所以我相信会有很多人 能够越来越觉悟吧 全球最大副中心主席 易容指出 毁于江泽民之手的共产党 早已是名存实亡了 江泽民和中共罪恶深重 而退出中共组织是为了自救 以免在不久的将来 中共解体时随着陪葬 目前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 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 已经接近1亿人 新唐人记者长春 李元翰周天采访报道 讲解体时随着陪葬